這課書叫做多項式 先說如何把多項式加減 然後說如何把多項式成 主要就是這樣 首先,什麼叫多項式? 大家看看左上角 這條團隊就叫做多項式 好了,今天主要是想說如何把多項式加減 大家看看左上角這條和右上角這條 其實這條題目差不多是一樣的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左上角這兩個括號之間是有個加好的 但是右手邊這個是減好的 所以左上角這條是一個多項式的加數 右上角這條是多項式的減數 第一部分是怎樣呢? 首先是拆固好 你看到我已經寫了三個步驟 也希望同學做功課的時候 這三個步驟是不可以跳步的 不可以跳步 就是你不要由第一步 一來就已經去到第二個過程 那我不希望這樣 有些同學更離譜 一來就立刻答案 我不希望這樣 OK? 第一步其實是兩邊 大家要用兩條題目一起打橫去看 第一部分是什麼? 你看到我藍色筆寫著 就是拆固好 怎樣拆固好? 如果我括號前面遇著加的話 如果我括號前面遇著加的話 裡面的正符號不變的 你會看到第一個是正 第二個是負 第三個是正 所以照寫回正負正 但是右手邊這個位這個括號 如果前面遇著減的話 裡面的正符號就會掉轉了 所以第一個是正的話就會變成負 第二個是負的話就會變成正 最最後那個是正 就會變成負 OK? 行不行? 大家看看這兩個題目的第一個步驟 有沒有問題? OK 沒有問題的話 你看到我用紅色筆 就逐個逐個這樣框住 你看到3x4次方 我框住一個 -6x2次方 我又框住一個 7x3次方 我又框住一個 如此類推 這邊也是 OK 好了 第一個步驟測固好 我講了 但是第二個步驟 什麼叫同類項 放在一起 大家看看左下角 什麼叫同類項 大家都有個x3次 這些叫同類項 大家都有個x2次 這些叫同類項 OK? 真的不行? 現在我圈著這一群 都叫同類項 OK? 但是有什麼是不同類項 打動的看就是不同 這個3次 這個2次 這些是不同的 好了 在講第二個步驟的時候 也跟同類項 就是想把這些東西 先收拾 四次方 這裡有一個 看到三個人 好了 我喜歡 就由大至小 這樣數下去 好了 有什麼是三次方 看看星星 看到這裡是三次方 這裡-17x3次方 是不是有顆星星 我把這兩個 放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我放在一起 OK? 正方形這兩個 又是XX2次方 我又把它們放在一起 看到這一項 OK? 然後看到笑容 只有一個 XX1 只有一個 就照寫 好了 最後來 只數值的 看到我寫了兩個箭咀 又放在一起 可以嗎? 另外這邊也是這樣去收拾位 你可以自己慢慢看 OK? 可以嗎? 但是由這個 第一步就拆固好了 然後把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看到星星放在一起 正方形放在一起 好了 問題就是最後來 怎樣去運算 我在講這個運算 最後來這步之前 大家看一看 下面中間這個位 什麼叫同類項加減 大家看看 3X-5X 你用計數機 按一下3-5 是不是負2 我已經顯示了給你 3-5負2 X不用力 照寫X 3-5負2照寫 好了 然後看看這兩個同類項 大家都是X2次 照寫X2次 又是3-5 又寫負2 行不行 又沒問題 這兩個減完 都是寫X2次 大家都是X3次 照寫X3次 3-5 又是負2 你看到我這三行的例子是很像的 不過問題是 次方不同 是次方一樣 才可以進行加減 行不行 但是你看看最底這行 一個X2次方 一個X3次方 怎樣 沒有了 這一塊已經是完 所以看到我寫沒得計 就是這樣 這個已經是完 好了 和這裏有什麼關係 大家看看 4次方 沒有東西跟它一樣 照寫3X4次方 但是看看第29 這兩個星星 大家都是3X3次方 你就可以運算 怎樣運算 用計數機按一下 7-17 做完負10 這裏就寫下去 好了 接著看看正方形這兩個東西 大家都是X2次方 你照寫 負6加4 欠人6元 你有4元 最好用計數機按 出負2 好了 這東西沒有人跟它一樣 沒有人 有就感X 沒有 照寫 最後兩個數值 拿計數機按完 這樣寫下去 這一句就是答案 行不行 行不行 那這邊這個 都是一樣 我就不想多說 行不行 好了 問題就是 這一個叫答案 記住 這句叫答案 有時候要表達的答案 有兩款 第一項就是降望 什麼叫降望 大家看看 好像我剛才的題目 四次方 三次方 二次方 是不是好像四三二一 那樣 好像四三二一 去到最後 是一個X都沒有 剛好可以 一邊跌下去 但是什麼叫升幕 就是將這幾個東西 一二三四五 這五個東西 都調轉了 這個就叫升幕 就是脂肪一路一路這樣升上 這些純粹是表達答案的方法 行不行 有沒有問題 加減就大概這樣說了 好 跟著就想說這個乘 那說乘這課書 我就說完了 好了 說乘 其實我只有四個例子 第一款例子 就是一塊 乘裡面乘塊 OK 一塊乘裡面乘角 右手邊這兩條 就是多過一塊乘 右手邊乘塊會怎樣 OK 先說一塊乘進去會怎樣 OK 左上角這條 OK 那怎樣去乘進去 逐個逐個乘 你看到我的箭咀 首先乘了3X 再乘後面 是叫負4Y 行不行 OK 那乘3X會怎樣 負正 是否可以負 二三如六 X乘X 是不是X二次 所以乘第一塊 寫完了 第二塊 負負是不是得正 二四 乘8 X乘Y 是不是XY 所以負2X乘負4Y 就變了8XY 負負得正 二四 乘8X乘Y XY 行不行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已經是答案了 行不行 好了 那講多個例子 下面的左下角這個例子 也是這樣逐個逐個 這裡有三塊 一塊 兩塊 三塊 逐個逐個成下去 好了 第一個 3X乘負2X 正負得負 3二如6 X乘X X二次 第二塊 正負得負 36 18 X乘X二次 是不是X三次 行不行 好了 第三塊 這個3X乘後面這個9X四次 39 27 X乘X四次 是不是X五次 OK 那也有些東西想提醒大家 看看 如果兩個大家都是A A的翅膀不同 純粹把翅膀相加 行不行 另外也提一提 A本身就是A的一次 所以你看看這裡 乘最後那個 我想說乘最後這個去看 X本身是X的一次 1次和這個X四次 那是不是就是怎樣 1加4 是不是就是5 行不行 有沒有問題 純粹想提醒你 OK 好 接著講到右手邊 右上角和右下角 這一款這樣的東西 我就講完了 那這個題目和剛才有什麼不同 剛才是一塊頭 乘下去 現在是乘夠 是多於一個頭 第一個頭叫4X而次 第二個頭叫-5X 那是不是只有兩個頭 可以 三個頭這樣乘下去 是不是都是這樣乘 是 沒錯 都是這樣乘 但是我主要就是想說第一步 我講完第一步後面的東西 我不會再講 因為都是 其實你應該相信你OK 第一個頭 後面乘舊 要好像我這樣寫 所以你看看 由題目這裏 去到第二行 你見不見到 我是乘舊的 第一個頭 乘後面的括號 寫出來 見不見到 OK 然後-5X又乘後面 又這樣寫出來 是要這樣寫出來 行不行 OK 那下面的東西 待會先講 講完右下角這條題目 5X二次乘後面 乘個括號 要寫下 -6X乘後面 這條乘個括號 又要寫下 最多的 這個正七乘後面 這個括號 你又要這樣寫下 行不行 總之一塊乘後面 你就要寫下 有幾多塊 就寫下幾多塊 好了 但是大家看回右上角這條 由第二行 到第三行這一步 這個4X二次怎樣 逐個乘 你見到那些箭嘴 其實是否好像左上角這條題目 這樣逐個乘 乘完之後回答下來 這個-5X又是這樣 逐個去乘 又是回答下來 怎樣去做這些加加減減的事情 剛才前面加減數那些 就已經講了 其實都是一樣去加 也是把同類項放在一起 然後去運算 這條也是如是 行不行 也是逐個逐個去乘 逐個逐個去乘 逐個去乘 成完之後去做加減 這樣出答案 行不行 所以乘呢 其實是包括了加減的東西 OK 這課書呢 如果要講的筆記 就講到這裏 然後就想講一講 訓練習 是怎樣去做 這份練習是202A工作址5 OK 大家看一下 你會看到 到時會有幾版 我將它特意變成一版 顯示給大家看 因為就個螢幕 好了 那你會看到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一二三這三條 都是和加減數有關的 大家看回右下角 其實就是剛才我講的這份筆記 就是我寫的筆記 和加數和減數一樣 那你就按照這樣做 但是看一下 四五兩條 第四第五條 看到有人寫著 展開 其實就是成法 看看右上角 是不是就是右上角那些東西 行不行 是不是就是右上角那些東西 OK 行不行 對了 做的時候就參考我右上角的東西 好了 跟著主要就是想講六七這條 六和七這兩條題目 那你要留意 我是做一點點 但是我不會做完的 OK 先講第六條 原本有幾多 那麼就把那麼多分了給別人 之後就問你餘下 他問你剩下 那是不是就是 其實把他們兩個減掉 OK 他其實想做一些應用題 那我條色列了給你的 那問題是怎麼做 這條是一條減數來的 往下右上角 是不是就是加減那些 是吧 所以第六條 待會自己做完去 或者之後再有份工作 指給你的時候 好了 第七條 第七條 就問你周界給了一個長度 和一個闊 那麼周界條色怎麼算 是不是加上之後 成 是不是成二 對了 加上之後成二 那我條色也是給了你的 所以你會留意到 第一部分這個周界 其實是又有一些多項色加減的 你看看中間是一些加 加減的東西 也都會怎樣 要做一些成除 就是去剪開 不過這個很簡單 一個二就是這樣成下去 OK 行不行 所以周界這條題目 是兩款都要做完 加減也要做 成也要做 那最後這條題目 就是問你它的面積 面積是怎樣 長盛闊 是不是 就是這樣成下去 嘩如果長盛闊 其實就是右下角 這些怎麼展開 成一批東西 行不行 這份工作字 就大致上 就是這樣 OK 看到